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完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我最近在电视上有一个节目 介绍有几个堂 做一些分析 叫市民去选择哪个堂 会比较健康一些 当然有白砂堂、借堂 和一种叫做甜叶菊 Steria 在节目里分析了一些 但是我知道在健康食品里面 这个甜叶菊的用途是很广泛的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们和听众介绍一下 这个甜叶菊Steria有什么功用呢 Steria 我相信大家都是在近年才可以认识的 因为事实上在2008年 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了 这个甜叶菊 代为一种安全的食物的加工 和是种种代堂 这个甜叶菊是一种小的灌木 和向入葵的家族是同一类的 它大概是两三尺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朋友家 它在花园里有种 真的很甜的 两三尺 有些小小小的叶子 叶子也有些似痕的叶子 原来这种植物是早期 在南美洲开始的 尤其是在巴拉圭 有一个族人 Guarani 这个族人里面 是数百年历史的了 其实这种植物 不单是在叶子那里是甜的 其实是每一部分都是甜的 只不过是一个很深绿色的 有齿痕的叶子那里 那种甜度是最浓郁的 所以在这个巴拉圭族的 Guarani 的印度人 他们传统都是当一种饮品 一种甜的代糖 当糖这样用 亦都当一种医疗用品 接着应用的植物 慢慢就去到印度 东印度 南美洲不同的国家 相信今时今日 在那些所谓的 压而大的地方 好像日本 中国 泰国 巴西 巴拉圭 其实都种植这些 就是一种商业上的用途 今时今日 原来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 这个产品是出口国的 根据你的研究 这种甜叶菊 是很甜很甜的 有些资料就说 甜的浓度 差不多是40倍的糖分 但我自己试过 我觉得就似乎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但所以我们在电视节目 他们说 它大概是9倍 9倍的一般的糖 我想都是差不多的了 除了糖分 那种甜度 那种糖不是一种 那种白糖 借糖那种的糖 其实它只种一种味觉 它有很多植物的营养素 很多微元素 矿物盐 维他命 还有一些 揮发油 所以这个甜叶菊 它有它本身的营养 和那个医学上的价值 那通常来说 通常甜叶菊 在那个功用方面 它可以作为一种抗细菌 是消炎 消毒 消炎 抗氧化 和做一样东西 是抗血压的 这种作用来的 当然 在美国来说 其实早期在1990年中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但当然 就是没有立即被批准用的 正如说到2008年才开始正式被批用 所以我们很多人 都是在这十年左右 才开始接触到它 最特别的地方 甜叶菊 它虽然是苦甜的 比糖差不多成九倍 甚至有些甚至四十倍 但它本身其实是没有卡路里成分的 所以它变成了对一些人 喜欢吃甜食 但又怕卡路又怕肥 或者譬如有些有糖尿病的人 是更加不吃得一般的糖 就会用这个 当然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代糖 有很多的化学代糖 大家都明白有很多问题 所以 人们开始找一些天然的代糖 这个甜叶菊差不多是最出名的 当然我中国人来说 我都认识有其他的所谓的 酪酪果 酪酪果都是很甜的 但我今天先和大家讲讲这个 这个甜叶菊 Stevia 好了 当然它应用方面 最多就是用一些 当代糖的用 OK 它不单止 它是可以代替到一些 就是一般的借糖 它还有呢 它是可以帮我们 减低我们身体的血糖的 那就是很明显 对一些人呢 有胰岛素问题 有糖尿病的人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就是它不单止 令你有种甜味的口味 它还可以帮你减低 那个身体的血糖 所以对糖尿病的病人呢 这个呢 很多人都会用的 就是不是只说 当代糖那么简单 它直接帮助稳定我们的血糖 加强我们的胰岛素 那个抗拒的问题 或者增强我们的身体的胰岛素 就是加强我们的胰狀 那个本身的健康 增强我们的胰岛素 可以这么说呢 它直接是可以帮助糖尿病的病人 处理糖尿病这件事情的 好了 这个是最常用的地方的 第二样的地方 就是我曾经提及的 就是原来 它对控制血压都很好的 那 你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都有三高的问题 是 加上糖尿病啊 那 所以这个的潜异菊呢 在这些研究发现呢 它可以直接减低我们的血压来的 所以有些高血压的人 有糖尿病的人 是更加非常之好用的 所以有些人就当那种饮品 就是当那种处理血糖的血压的饮品 好了 那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 他们对那个骨质松疏的问题都有帮助的 有一个研究呢 就用那些鸡的做研究 那么它加那些甜液菊的那些粉 加进那些鸡的那些鸡的那些的材料里面呢 发现呢 他们可以增加鸡的铁生存代謝呢 和呢 是减低那些鸡蛋殻破裂的问题呢 是减低75% 原来鸡肠里面都有些问题 如果钙不足 那些鸡蛋生出来很容易裂 如果加上甜乳菊 可以减低这些鸡蛋殻裂的情况 减低75% 很明显 这是对我们所谓骨质松疏的问题 很有帮助 甜乳菊可以帮助身体吸收 这些鸡蛋进入我们身体 是加强我们身体骨质的浓度 有些人就会加上 那些鸡蛋和甜乳菊一起 就当充水喝 也有些人就加上维他命D粉 很明显是一种处理骨质疏 这种问题 还有一个地方 原来它对牙齿方面 是有帮助的 就是可以令到我们 没有那么容易注射牙 可以减低我们的注射牙 所以很多时候 你发现很多牙膏方面 那些人都会开始 加到牙膏那里 原来它有防止注射牙 还有它也可以有些研究发现 它对一些可以抗的细菌感染 导致牙周发炎 牙周炎方面 牙周炎 柱牙或者口山 即溃烂这些 原来都可以用甜乳菊 所以甜乳菊 就用来充施 当作掃口用 掃口或者牙膏 来刷牙用 好了 除了这方面 我知道 那些人吃糖 很明显它有卡路里 令到我们有身体的能量 我吃甜乳菊 它说明它是没有卡路里的 它不会令你增肥的 但是它会不会令到你 对我们身体的能量有没有帮助呢 原来很好 原来这个对我们的身体 是差不多一种 保住我们身体的能量 然后变成有些人 喝甜乳菊 令到我们精神饱满 这方面还可以有帮助 好了 好处都非常之多 还有一方面 原来发现 当然很多人用来做什么 用来减肥用 很简单 因为它可以令到你的血糖 是比较稳定些 令到你不会那么容易 就是肚饿 吃很多东西 它也是控制我们身体的脑袋 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地方叫hypothalamus 这个是我们的脑袋 控制我们的饥饿感 和口渴感 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 这方面 令到我们没有那么容易饿 所以吃东西都可以相应 减肥一点 好了 所以减肥很多人都会用的 最后一个地方 就是原来对护肤也可以的 因为它本身是有抗氧化 抗菌 抗炎 抗菌 所以有些人用来 是帮助我们减低 我们皮肤的瑕疵 或者皮肤炎 甚至乎皮肤的皱纹都可以用的 有些口琅疟痕痕疼或者加纹或反午疼痕疼 可以 对这个用来 直接敷在皮肤上 并不光是饮 可以当作它忽肤 per exfol皮煙 将这些液体敷在棉上,当作一种敷棉 让它封干15-20分钟 才慢慢地洗掉它之后 再塗一些简单的椰子油之类 当作一个护肤的作用 这个甜液菊 在市面上,一般人主要是当作一种代糖用 当作一种减肥用 其实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包括那个降血压 还有骨质松疏这些问题 牙齿、牙周病这些问题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好像我们厨房里面 柴米油炎、醬醋、糖 一定要有糖在这 与其是我们一向听我们的观众都知道 我们不会主张用精炼的白糖 可以用其他的,譬如那些 蔬糖、白糖等 但是现在再多一个选择 就可以做甜叶菊 这个是Stevia 除了它可以令大家在口味上 也有甜味之外 但是它又没有卡奥里 以及刚才医生解释过 它有很多的功用 控制血糖、护肤 都可以对于处理一些 可能你身体里面有些的 炎症、伤口、牙周病都可以 不失为一个大家可以采用的 一个在厨房里面的工具 所以我们经常都在说 我们最好的食物就是 等于我们最好的医药 原来吃糖、甜味都可以做到 这么大的功效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听众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x.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治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